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幫助各位大家 在考試的時候能夠快速的找到安裝來源 考試的題目上已經告訴了你 安裝來源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第一條先寫 安裝來源的設定常會用FTP跟HTPP FTP就是FTP協定 這兩個協定都很有瀏覽進去看 所以考試的內容上面 他給你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王子 你就個王子丟上來 像我們現在在教室裡面 他的王子是 他的王子是 120.227 對不對 120.227 120.96 227.73 120.96 22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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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你不知道POP 知道POP 對POP POP H1L6 這個DDD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被當成我們的重要籃碼來源 這是預設的 可是考試的時候呢 他們有另外一個王子 Anyway 你要確認 這個王子 這個王子 可以被瀏覽到 沒有辦法瀏覽到 要先解決瀏覽的問題 2 120.96 我用 127.73 斜線 H1L6 的 DVD 你現在看到的是 DVD光碟片的根目錄 通常 如果需要金鑰 RPM金鑰 就會放在光碟片的根目錄上 好 我找個通常圓 你看 所謂的通常 對外網來說 你可以去到 我常常去的地方 叫做 FTP 37HC 你看我去到 Linux SendOS 第六本 第六本 OS 就是它的光碟片 分為 32位元跟64位元 64位元 光碟片跟目錄 上面就有RPA的Key 所以 你一定要先找到Key在哪裡 因為它會 它會故意搞你 考試的時候 要求你要去做金鑰驗證 那你會需要掌握Key所在的位置 所以Key在哪裡 RPA的金鑰的位置 就在光碟片的根目錄 你這樣記就好 那光碟片根目錄之外 現在光碟片處理也很方便 安裝完的路徑就是這裡 REPO data 當你看到REPO data 這個目錄 你就要停下來了 所以 找到RPM金鑰 金鑰在哪裡 金鑰就在光碟片的根目錄 二 你的 可用的安裝路徑的特徵 它的路徑在哪裡 網址路徑上面 會有一個叫做REPO data的目錄 看到這個目錄 就停住 不要再往裡面走了 因為 它就是你要找的安裝的資料庫 它就是你要找的安裝來源資料庫 就是它 所以你眼睛看到它就停住 所以由此決定安裝資料庫的入境 由此決定RPM金鑰所在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我要跟你解釋 安裝來源的基本理由法是什麼 我們從這裡了解到 在這間教室裡 安裝來源的長相長這樣 對嗎 我們等一下可以多偷懶 就是用完全偷懶的方式來寫設定 好 所以你要是會偷懶 就又快又方便 好 我回來在這裡 好 剛剛是有設定的 好 這裡是這樣 我開個終端機 或不開個終端機都可以 在這裡 我所在的位置 是etc yum.repos.t 剛剛被我殺光光 什麼都沒有 我要自己用手 重新建立 可以嗎 考試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副模樣 你現在把新增移出神式打開來 是一個非常悲慘的狀況 它只會列出你安裝的軟體 它完全無法列出未安裝的軟體 所以它的內容 所有套選你選 它只會列出所有已經有打勾的 知道嗎 你完全看不到沒有打勾的 你完全看不到沒有打勾的 就是你只能看到已經有安裝的 換句話說你只能移除不能變金 好 變成這樣 我用偶然的gebit編譯跟檔案出來 檔案名稱叫什麼 水里面 xyz也行 重點是結尾是repo 學習在這邊 好 結尾是repo 檔案叫什麼無所謂 但是結尾是repo 重點是repo 有 可以嗎 好 打開 我開了一個gebit 我可以寫了多塊 第一行 取個名字 名字叫 老師teacher 取個名字 名字是描述這個安裝來源 好 instructor 指定 第二個欄位 就是關鍵 叫做base URL 請問 URL三個字代表什麼 想王子有點籠統你知道嗎 URL URL URL是哪三個字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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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Fore 一致性的 R Request UniFore request Location 一個URL 一個URL 有兩個部分 哪兩個部分 第一 連線的方式 所以前面寫這樣 表示它連線的時候用網 用網頁 對不對 FTP就寫FTP了嘛 對不對 URL 第一個表示什麼 連線的方法 第二 去哪裡 有沒有 王子 對不對 第三 路徑 而路徑這個地方 會叫做URI 叫做 Uniform Request Indicator 為什麼 因為你連到 不管是遠端 主機是Window 還是Vinus 還是怎樣 它都是用斜線線路徑 不是嗎 有沒有 這種都是用斜線線路徑的方法 就是一種 一致性的 位置的線路 所以 它這邊有一個URI 基礎的網址在哪裡 開始偷了 就長這樣 看到沒有 為什麼 因為眼前就有report data 停住 不要再往前進了 再往下面沒有report data 因為你這個路徑 就是要標 那個report data 所在的路徑 因為你寫這樣 目的是要抓report data 你不要貼我這樣講 就進到你 或者講錯了 聽懂 貼著 Enabled 1 是否要啟動 是否要使用 Enabled Enabled 1 叫做 要使用 Enabled 1 0 怎麼樣 不然換成0就是不使用 有效還是不有效 GPG check A1 問 要不要進行 GPG 金藥驗證 E 是要 E 是不要 考試的時候 他算帳 E 要寫E 好 你既然寫了 要進行金藥驗證 就要寫GPGP 金藥在哪裡 金藥在哪裡 金藥在這裡 按右鍵 複製連結王子 你要的是王子 就是他的EY 這樣 順 這樣夠通來的嗎 可以嗎 這樣夠不夠通來 這樣完全站不來的嗎 好 OK 寫完了 寫完之後 我先關掉 不要緊 等一下我會寫 你要寫 寫完之後 記得要做一件事 YUA CLEAR CLEAR 什麼意思 把所有之前存到的安裝來源紀錄 清除 重新再下載一次 於是 我就會下這個指令 跟他說 YUA Install System Confirm LPM 他就會下載 Teacher的安裝來源 並且 進行相應的分析 並且安裝這個軟體 然後 就可以用到 好 這樣就可以用了 OK YUA 好 好 這樣子我就OK 這一段就介紹完了 好 好